开箱一个好东西 这个东西我寄予已久 今天早上终于忍不住下手了 下午居然就送到了美国的亚马逊 也蛮给力的 什么东西呢 一个脚踏板 你看 好漂亮的包装 那么现在就来给大家开箱 你看看 它这个包装跟一般的 这种包装还不太一样 它是这样子的 好打开看里头怎么样 好是这样一个东西 拿出来 下面有一个手车 一大堆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会再看 一个USB到USC的线还挺长的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好看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打开 一个脚踏板 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要用脚踏板 顾名思义是用脚来踩它的 这个东西从本质上是一个可编程的键盘 那可编程是啥意思 就是说你踩它 连到你这个电脑上 你想让电脑执行什么样的动作 你说了算 你可以编程 你踩它可以打开音乐播放器 可以调整音量 可以暂停 可以你在直播的时候把它切换成主相机 这个第二个机位 第三个机位 可以踩它就是打开浏览器 这个播放视频 这个再暂停 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这三个动作 你可以去进行变成 那么老胡买它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配合我的多机位的拍摄 尤其是我将来在直播过程当中 我不用像现在这个样子 去在这个地方切换 切换 去找这样一个机位的切换 这两个东西是同一家公司生产 我都强烈建议大家去买它 这个东西是当时当作一个直播的工具 开发和推出的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 个人生产力的工具 它每一个按键都可以进行编程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人手至少一个 我看见有的这个重度的用者 他会买三个这样的 我也打算将来再买一个 比这更大一点的这样一个控制台 好 今天这期节目就是给大家开一个箱 以后这个东西怎么使用 我还会具体做节目给大家介绍 这个东西非常有分量 端在手上很重 那么也就是放到地板上的话 它不会到处乱窜 刚才大家看见了这么多这个小袋子 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里头是这个压力弹簧 一堆一堆的 它有不同的规格 也就是说你这个喜欢 这个踏板比较硬的 你可能就换上像对应的比较硬的弹簧 在这边把这个螺丝打开 然后把里头的弹簧换掉就可以了 比如说女生 他这个踩的力量不希望太大的话 那你就可以换一个比较软的弹簧 然后这个踩它的这种感觉就会不一样 这个发现的一个好东西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这样 哎呀这个东西有必要吗 用脚去踩它 你用这个切换 甚至是用这个鼠标上面的这个快捷键 还不是一个效果吗 但是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工具 如果你反复反复反复使用的话 那它有一点点优化提高的可能性 你都要下足功夫 把钱花到位 把这个生产效率提高上去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 以后老胡在直播的时候 就不用再低头 在这边去找键盘了 三个机会 我这个脚在底下洞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还有呢 如果你做节目习惯用提词器的话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词器的控制器 这个踏板一踩一下 它那个提词器 你就可以控制它前进快进倒带 和现在绝大部分人偷偷的抓一个遥控器 在这个手上 那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个超级强大的生产力工具 也许在你的特定的使用场景里头 它可以派上不一样的用场 真的是个好东西 强烈推荐给你